在五年之內,興建約三萬個單位 增加約四分之一的公營房屋供應 輪候傳統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人士 可以申請入住簡約公屋 特首李家超星期四早上 出席電台聯播行政長官施政得問 港度施政報告提出興建簡約公屋 五年內興建三萬個單位 並且將公屋輪候時間封頂 四年內將輪候時間有六年降至四年半 有團體就質疑 並無真正縮斷公屋輪候長龍 由臭數之嚴 你是很冷冰冰看數字 還是很感性將自己墮入 在輪候公屋的人的角度 根據長策裏 估算我們十年裏的公屋需求 我們大約是三十萬公營房屋 但是呢 問題就是 三十萬的土地在這裏要蓋 而現在看到 頭五年只蓋到三分之一 後五年才蓋到三分之二 即假設我們長策 我們滿足所有需求 頭五年是不理想 所以就有簡約公屋這個概念走出來 簡約公屋呢 現在我們蓋三萬個 為何有信心呢 第一 地我們已經找到 是我們政府 絕大部分 是我們一些 暫時未發展 我們相信 蓋了出來可以住到五年 因為對於市民來說 都要住得長些 不是搬來搬去嗎 尼家超也補充 即使選擇入住簡約公屋 未來仍然有機會選擇傳統公屋